欢迎回来 这里是网易暴雪主办 NUTV为您带来的风暴英雄全民实力赛 夏季赛全国总决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今天杰说Q奖 我是Nostali 哈喽大家好我是Noah 好的终于到今天的决赛了 是的决赛是一个BO 我有感觉就是以前黄金赛线上赛的一个决赛 对 House Lady打SPG 代表南京的House Lady和代表杭州的SPG 是的这两支队伍打过很多次了 总体上来说还是SPG的胜率又更高一些 基本上没什么悬念 今天看会不会改一下历史啊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太肯定 改一下历史就不代表周末了 好的第一张地图他们选择的是诸侯梦 诸侯梦 还是一张拼实力的地图一组 这里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下House Lady的五名成员 瑶瑶的刺杀型 Aloof的刺杀型 365的辅助型 Kid的战斗型 以及Mob Scene的战斗型 是的 这五名队员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都是前职业选手退役下来的 这个就是更熟悉的SPG了 有GDH的辅助型 Misaka的刺杀型 浅小的专业型 H的战斗型 以及许语的刺杀型组成 这五名选手也是前职业的风暴选手 是现职业 现职业加前职业 对吧 前职业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以前在别的队打职业的 然后汇聚成了一个队 你就强行把人家前职业 现在是一个人把他们五个人全开了 对的 哈哈哈 不不 我不是SBD的老板 SBD 没关系 他们会很开心的 听到你奶了他们一口 不会 不会 他们确实是 这样子就说明他们会一直打 换个说法 以前职业战略的精英 可不可以这么说 皮哈特的精英 OMG的精英 上次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X-Team的精英 对了 还有一个Team的精英 讨论到最后就不是精英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你想说什么 你好歹算是精英 你想说什么 你不能这么说对不对 没有 之前是Nodon说的 Nodon说的 他以前说什么 你可以看黄金联赛 怎么 我说什么 就能找到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你要不帮他回应一下 不不不不 不用不用不用 前各种战队的猛男 不是不是我说 肯定是Joy说的 我想起来肯定是Joy 我想起来那句话是什么了 失败者联盟 不是吧 我说是复仇者联盟 好吧 我说是复仇者联盟 好的 复仇者联盟 复仇者联盟 好的 看一下 搬选情况 这应该就是走上正规流程了 这一刻要 瑶瑶把ID改成 Igis了 Igis瑶瑶 他好像是守望的ID 他昨天不还是HL 昨天不是HL吗 今天也是HL 前面也是HL 后来就改成了Igis了 这个是Ig的守望队 对 他的守望好像是老干部的小干部 我忘记了 老干部 他反正被招到守望队里 他看来已经被职业队招过去了 他就和大T一样打前盘呀 打大锤什么的 现在也祝他的守望里有更好的发展了 对吧 也没有什么办法 红包也就几个队了 好好的珍惜这几个队吧 搬掉了足二 太热了 搬得太热了 上来干搬的有点 不太一样哦 不是搬后买 那咋加拉会不会守滑呢 好 过来是咋子 SPC的最爱好不好 出 就是黄金联赛上面的 他们的招牌英雄 他们几次都是靠这个从后力 对 从后加灵敏 反正就是这两个招牌 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们跟那个Esta打的时候 他一个从后在永恒战场 强行把他们带崩了 是 好的这边 抢了序域的黎敏 常规选择 这边还有鸟可以选 鸟的鸟加牛 或者是拿手辅助 我觉得要拿辅助 这个图还是要拿辅助的 因为这个图很 经常会打着打着就消耗起来了 你辅助第一人一等的话 消耗的时候就很吃亏 抢了序域 哎哟 并没有选择 这是他们比较擅长的一套机 嗯 嗯 这样扮 把鸟扮了吧 他们真的不想要鸟的话 反后排好一点 不好扮 其实搬 反正 反正辅助剩下来两个也差不多 没必要了 你这个就针对一下后排 那他自己几家也 也行吧 把牛扮了 防止对方的一个双坛 但是这个阵容 如果他们拿双坛的话 清线就非常非常的慢 应该不安定 我自己自己搬走走走 嗯 好 那他们这边就是我自己拿一个 把不想要的搬掉 反正好随便是这样想 是的 这边要看拿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拿骷髅王倒是这样的 这边没什么好的选择了 双坛的话 那要至少拿个可以清线的嘛 他这里 向往的四海战 向往的四海战 时间时间时间 注意时间 骷髅王 骷髅王他也是 这个给你的思考的时间 会比较少一些 是的 这个就不像那个黄金载的时候 这个就是天梯的一个系统 时间会比较少 这小伙的扎图还在倒是 看个SPC这边最后两手 要再补一个后排吧 这个后排火力不太够啊 他说我上 紫拉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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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路 小路也是他们用的比较多的 他们这样子整个后排就完全是一个消耗的体系了 对 还有一个 压血线让紫拉图去打这个手鸽 这样的话他正面可能会比较软一些 对面的双坛正面很厚实 需要打一个消耗战 就会一手 可能是 上马法也可以 至少一个AOE回合 主要是对面的伤害 他看到小路了 对 对面的伤害 那双球准备要命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紫拉图加 对面的伤害 对面的伤害 现在收看到的时候 Tillade对成SPD的第一场比赛地图选择是猪狗木 穿地图左边蓝色方的时候Tillade 他们的阵容是前排的穆拉丁里奥瑞克 后排的泰凯斯里米 以及辅助马法里奥 而穿地图右边红色方的是SPD 他们的阵容是前排的小汉娜 近似泽拉图 后排的路纳拉扎加拉 以及辅助的雷加尔 好 这边看一下上来清线情况 清线情况 麻法是补了一手清线的天赋 他们一直都 偏向了这个清线的天赋 加尔加拉和小鹿也是 对 这边清线那肯定是比 SPD清线肯定是比对面快一些的 但是后排的清线也不慢 还是麻法补了一手 总角度还是略慢一些 下路杂图最好单路啊 他有个重货重货单路 杂图这边其实没什么用没到死 杂图这边其实没什么用没到死 杂图当当人肉眼啊前击的时候 自己可以 帮忙侦测一下保护一下自己的阿加拉 下路 下路有点想法杂图在保护城后 对的 现在麻法过去救一下 他们为了限制同一个军场 下路就分了两个人去 而且相对说麻法的W也是 比较好清军场的手段 哎呦这边直接被 偷掉了 这边没有 这边喜欢达比较低 从则拉图过去拖拖一下 好这边 杂图是为了保护城后铺这个军坦 所以把重心放在这下路 而且是侦测一下嘛 怕他被gank 他万一走 这样子从后走位可以稍微靠前减 是的骷髅王被集火了 要不要飘 飘的距离比较近 能不能五下 不知道也没伤害 杂图被定住了 他刚刚身上也是吸着W的 所以水线还可以 下路从后一对一的情况下 肯定是完全不吸的 杂图就是不停的中下下 然后看一下情况 你自己人都在上后 我可以考虑过来 是的 巧汉娜被吸了 往回走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发生正常事情 他肯定还是以中下游走为主的 小路也是捕了一手新鲜 对 直接被W打了一刀 这么新鲜就是不厉害 他至少比没有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这主要是问你的毒 因为是很容易就打到英雄身上 然后他这个就触发不了了 对 这个就很恶心 嗯 现在双方 场面上来说差不多吧 看炮台其实场面 哎呀 下路这个会推的就有点伤 下路已经快掉了 怎么压了 泰莱斯论记性能力 是肯定比不上太大啊 对 先霸在你毫无办法 中上的话双方差不多 炮台都没有掉 证明清线速度伯仲之间 哎呦 这骷髅王 还好 靠了一口W 靠了一口W 对 骷髅王死了 虽然他能复活 但是前期 还是比较深 他这个意思 骷髅王的意思 会掉队友的节奏 靠死一队这个清线就很大了 是 而且经验也坚持 哎呦 这天 出来了以后 瑶瑶打长下 还是 真的是 刀刀剑肉啊 哎 他才开始被卡住了 刚说完 刚说完他打穿 他打穿 他打得很开心 你怎么就被抓了 他被卡住了 动都动不了 他应该想交石头吧 SPD其他人不开心呢 打我兄弟哈 这个感觉上来说 前击被压制住了 石头交一波 自王者他们可以解开 等进差一级了 这是下路的优势推的 这一盘完全是下路的 这个优势推的 就你起码下路这个地方 你就别想 交宝石浪 你至少保证一路的优势 对吧 他这个下路是保证了存护的优势 所以造成这个经验差 嗯 就之前小伙子的 泽拉普走位就可以看出来 他就 比中下为主 保证你 不可能威胁到我的存护 你没死了 对吧 他怎么往下闪 存护 然后军塔应该铺开 有没有队有过来救 没有过来救 没有了 就死定了 就死错了 但是自王者已经被开出来了 这波也还好吧 一换一 SPD现在已经领先了一级多了 对 这波自王者很要命啊 关键是 有了再领先一级的话 就两只了 再开一波自王者就很快 威态气功 推 三线都没有掉经验 是的 小路可以吃进去了一个Q散射 嗯 这个冲了就下毒啊 往那边闪一下 不过小路就是 我赶紧往后跳 小路的伤害 很高杂 下路这个德拉图又在跟泰凯斯玩 可是你平拉拉不过泰凯斯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一个崇洞回来自己死了 哦呦 这 看到自己的兄弟来了 他打得不够果断 你要崇洞回来自己砍的话 你就不要跑了嘛 对不对 你还不往往往往往往跑两步 再回头打 他跑两步发现就是好像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对的 所以才回头 你已经要回头了 你就往死里打算了 就不要再往后跑了 他刚刚主要一开始可能还想 想跑想跑 你觉得情况不对啊 然后发现泰凯斯开Q了 然后 就只能再回头一分了 他们优势还是很大 快两只了 这波死亡者一共有军产的群在 下路就不用想偷了 不过他们石头掉了一些 现在石头不够 还是要憋一会儿 这边反正SPD只要控上路就行了 下路有军坛 这边怎么 现在主要SPD是马上到10了 嗯 哈斯雷德的话经验还差太多了 对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搜集够石头 然后再交出第二步 对哈斯雷德说他们要交质王者的话 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下路已经完全不死了 他这边是扎嘎啦 而且是那个蟲动扎嘎啦 你基本上没怎么机会 嗯 好 这边还把方子开了 现在压力更大 其实下路是也全在SPD掌握之中 然后上路的话 他们只要稍微站个人盯一下就行了 对 这边石头 还差六个 两波线 两波线清掉就可以交了 还差四个 时间应该是够的 这边哈斯雷德要到达十几的话 会较 久远一些 这些中宝也掉了 只剩下路的这一座摇摇欲坠啊 这也掉了呀 一个胖子在这边 丢得很开心 所以是摇摇欲坠吗 摇着摇着就没了 大响不然你跳走 翻手捶一下 子拉住再黏过去 一个盘子 盘子直接秒 走 完全不给活路啊 小路这边黏住泰凯斯 泰凯斯对鲁 哎呀老奶 他开始变住死亏 这什么情况啊 说好的一对一呢 你为什么也有能帮 哎哎哎差一点 他如果接个Q的话 可能我这次好像Q不太有 没有没有他他就甩了个球 准备还没有到十 差一差两个兵 一个兵 哎这边要再掉一波装着了啊 哎这边关注了两个 小路学是跳 小路学有跳就跳走 是不是老狗从夹缝中穿了出来 苗条呀 这波装着下来就要差天赋了 哎这个宁静不是白开了 等于没开 这在这边跑一下 你毫无办法呀 急了急了 这边很急 哎这波之王者要老清明了呀 哎这波之王者要老清明了呀 等级拉差距已经拉开越来越大了 这一波很有可能拉三级啊 我感觉这个是 特接近必然要拉三级 他们常会一直在上路带 而且非常的开心 是的 这等于全场四到五 我现在这个天赋加等级的这个优势带 还确实可以做到这个圈子 马尼被逼了一个大手 小伙过来收一收 好的这边是又走了 逼你一个大人 我知道我就 在关 哎可惜这个毒过 进出这个马尼出来 应该就死了 一波 哇五个 可以 这个毒散的 他是大过去以后瞬间Q一下 射了三个 马法也死了 你让那个炸弹 差三级啊 真的有点拧压 就是拧压 看他们身上的石头好像 尤其里面还要再窄一块 对 差三级 手又狠 这里被消耗的太疼了 这个塔 对 差四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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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再打下去塔压掉了 他们这边再收一波兵就可以了 就可以再掉一波 这盘要翻盘 一波兵加一只不眼 太难了 确实看得出来啊 在SPD 最近训练量也没有落下 感觉打得越来越顺畅 肯定要为嘉年华做备战 对 打得非常顺畅 这边完全不给对方记录 基本上从头到尾没有出过门 没压到 这个装着装出来就要命了 直接要命了 少则破两路 多则直接一波 还差两个 够了 这个关 能不能杀一个 这边的目标就是杀了 可以 可以 反抗了 对吧 撤脑哪个CD 再杀一个 哎呀 很绝望 可以小死了 可以 这个粒粒没关进去 他这边 抽走了半间射线 最后跳走了 嗯 然后他射射完这个人以后 非常的坏啊 他立马就钻进了这个罩子里 是 把自己的CD给卡住 哎呀 这个没吹到 有啥不死了 这有点尴尬 嗯 不过他们至少反抗了一波 这波是给自己拖了很长的时间 相对缓解一下压力 好 这边上路分推 先把之王者带过去啊 嗯 之王者必须要带过去 因为你这个线不带的话 等一下打团 万一打输了 直接加就没了 是的 16级 好的 那这样子 中宝下宝应该是可以怼掉 中间肯定是掉了 嗯 下面也差不多了 下面也掉了 看什么时候能 把上宝也带了 三路都破的话 如果没有翻盘就很难了 现在破三路不是以前的破三路 现在破三路那个车子太厉害了 现在我觉得破两路已经很难了 很难 非常的能说 你也时不时就要回家去守那个车子 一路的话你 你去明天牵入情况点而勉强能接受 反正两路我觉得已经就是 很受牵制了 是啊 小路被晕了 有没有进化什么的 没有 没有给 小安娜又被关了 就咱米沙卡 沙卡这边有点开宁静沙尼 只有出关了 一个老奶 只有出关了 试一下 试一下 咱家他不在啊 没走进去 开宁静的不合适吧 他们这边拖着吧 这在那里沙路待了 他们这边只要拖着就行了 把那个宁静先拖掉 把宁静拖掉 进化给他 有没有地 有没有地 死了吧 这个 哇 再开一个地 等候有没有 下路被带掉了 下路被带掉了 拖一下 咱都死了 咱都被控了 可以可以 一个人头换一个宝 下下宝被带掉了 能接受 拖着拉快跑就行了 对 嗯 这波主要是四打五 没有必要这么拼啊 这边反交一波职王者 这别接团 哦 四线漂亮 可以 这波可以 这波可以 照着职王者 赶紧推 把经验推过来 感觉SBT打的有点随意 中后期有点随意 嗯 大骷髅王杀不了 嗯 家里限手术 一波职王者续命了 这波可以让他们到16级 是 这样子下坡的话 打团如果能再打一波的话 就有机会 是的 拿到一个平的局面上面 飘飘飘飘飘 困不到人了 破两路他们继续要在 这波职王者打 不够多的经验 否则的话 后期不好打 你看人好散啊 是的 不然 哦呦 这波罗王 你们好 只在这里吗 掉了一地的石头 根本没人看你去 而且那个 那就是四个嘛 四个无数 这波超的庄的 只是为了自己续一下命啊 他们其实刚刚可以到军了以后 赶紧大家集合 哪个哪个哪个 这边要强杀了 龚龙王在复活 有没有朱博士盾甩了 这个泰凯斯就很危险 给金花金花给的还很漂亮 金花给的很及时 明明抬起来 还不动啊 被强发了 我泰凯斯被7点 这个关呢 这个关好生意 沙利敏 强行沙利敏 加速转环到地球这一周 反手一个 这个狼狼给错了 应该是想给 杀拉兔代替 他已经死了 所以判定到旁边的人 现在死了 这马把也死了 直接一波了 这两个前排奸奸一息啊 小路随便是两个 还是轻松的 还是轻松的 一拉的轻松 对 恭喜一下SBT 他这盘的前期劣势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要搬回来太难了 他们后期搬成其实也是不错的 前期亏的太多了 然后一下子 是对面10了 他们才8级 是的 小路这盘打了7万8的伤害啊 刷得很开心啊 独的独的7万8 杂加拉才4万 不他主要以代线为主 对 杂加拉基本都是在打攻城的 基本没有怎么参与到团战 都是在不停的代线这样子 还是比较轻松的 两队实力差距确实还是在的 看第二局 浩斯的力量能不能在前期先稳住啊 感觉他们前期现在奔得很厉害 主要就是他们处理不好 再拉这个点 他刚刚那个图 其实在猪后幕上面 你处理不好的话 大图根本就更不能处理了 是啊 刚刚那个图他们中上 其实四游走方面是四军力底差不多 对 刷台都没有掉子弹 下路的话我们也看到了 从后几分钟就把下路给推平了 是 你要靠一个泰凯斯去对的话 其实不好 这个地图去选择天空店 要的地图是个天空店 那我觉得真不要再放重后了 呃 他们 我觉得要针对 那我要更加要被重后搬 就是 针对 SP这个队伍比较难 因为他会的东西太多了 你很难针对玩 他 他 有一个点不用针对 就伊犁丹 哈哈哈 他们好像也上过伊犁丹 米沙卡的丹哥 你看不起米沙卡 他不会玩好不好 我觉得你看不看得起米沙卡 是因为旭一记在用小路搞他 你忘了吗 不停的吃他资源 啊 你看过这一场 不是就是他解说那样 我们解说的好不好 对啊 你看不起米沙卡 米沙卡现在立马的冲过来 直接说要反反复干诺娃了好不好 首先他要打得过我 哈哈哈 他叫五个兄弟行不行 叫一个队过来 直接把你按在墙上 按在墙上 干嘛壁咚啊 不是一个人抱他 一个人抱他的腿 一个人抱他的手 五个人把他 跟鱼人一样绑起来 我还问你说五个人把他阿鲁绑了什么 米沙卡的丹哥还可以 对吧 跟我的丹哥差不多 大家搏动之间 跟你的丹哥差不多 那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没有问题 好的 那我们来到天空店的班片高当中 哎呀我是觉得就是 SP用赵赵拉这个点 他牵制真的打得很好 就不想不要想和对面搞这些花的想刚对面就不要 哦 赵拉图也行 这对小伙的赵拉图也可以 搬了赵拉图 要抢态路也很明显 别人搬赵赵拉 抓赵赵拉 只有赵拉图能抓赵赵拉 别人都抓不到 SPT自己搬了 他们估计要忙了 先忙 看着忙力全开了 看这个样子 准备忙起来 一手一地单了呀 他们耽搁谁玩 他们耽搁 好像也不太行 你现在抢泰瑞啊 先把泰瑞要抢 对泰瑞是 此类的核心 半子拉图就是要抢泰瑞 好 十九 老狗十九 也挺克圣化的啊 圣化这把感觉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 这边黎敏拿 黎敏再加一手 黎敏再加一手 那个再 还要怼脸啊 这排我不记得 他不会拿黎敏的 他这排明显要怼脸 他这手还有一手辅助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上那个新辅助很厉害 对 你走一脸格连麦恩 就是奥利亚吗 对 那个多全牌打那个奥利亚特别厉害 因为一下子就可以来很多人 然后进全牌上海上来了 这个奥利亚能量也来得快 这边扮了无耍 这边估计是个三斤 那加格连麦恩起脸的组合了 把前排扮掉 这边的前排选择好像不是很多的 双坦 他们也上过波罗 波罗玩的也还可以 哦 不知道他会不会用 双坦面对面对怼脸的话 最好是要两个前排可能会厚实一些 因为你上个萨尔什么都很容易成为一个另外的突破 萨尔就上去被多前排按着打了 对 萨尔看到多前排真没什么办法 反正还有一手剩话 你翻手 想奔个地板跑路都没有机会 小孩呢 萨尔反正是有黎明他肯定要拿的 但就看他怎么 就处理这个太软 太软应该肯定是要去赶紧的这个 萨尔的输出环境 是 是的 这边去看选个什么镜刺吧 我觉得萨尔靠谱 刀锋女王或者伊丽丹吧 二选一的如果你要打多千块镜刺的话 阿努马拉克 阿努马拉克 车 这伤害有点欠啊 没有进次就伤害有点欠眼圈 他拿了两个赶黎明的 我觉得这个 没什么必要啊 太软肯定是在中间打团的 他要顺化的 那就是他们是想让阿努马拉克去贴一下这个 贴一下这个黎明 肯定 因为阿努马拉克还有小虫子的 上个双坛嘛这边 上个双坛靠谱 其实阿尔萨斯我觉得很靠谱 所以这种上个阿尔萨斯 就等对面骑过来就好了 萨尔 萨尔 好的 那这边双方选手英雄选择完毕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有点赞 那是 apple 你 那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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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收看到的时候 这次是赛尔 这次赛尔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口 有隐患 这边这么多前排的情况下 赛尔确实很容易被先集火 不太好发挥这盘的赛尔 摸个奖啊摸个奖 赛尔现在一个都没摸到 赛尔现在上的少了 本来就是因为上不去 而且很容易被怼到了就动不了 这边前期这三进战还是很猛的呀 没用啊 这边打一个前侧把对方勾引过来吃一波AOE 然后看见选择差不多了直接反打 赛尔赛尔还做得不错没有乱冲 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学了格导 是的 为了生存啊 好 这边上来 还是比较平稳啊前中期主要是看第一波 祭坛的时候的话会打架 鸟的话一般的下路没有什么问题先 暂住 这边小翔一直是学了个这个刺 很少见 对他没有学那个魔盾 这个刺 可能是考虑到他们这边伤害可能会不足的问题吧我觉得 是的 捕一手伤害 他们这个动龙确实伤害不够啊 泰瑞也是个伤害天赋 鸟 黏住这个狼卡位卡得非常漂亮 这波卡位很漂亮 但是这边是就费费换鸟 卡位把自己卡死了啊 对啊 就一换一啊 后排卡位就是做死啊 杀五身 五身还是有点难的 阿努巴拉克没来带了一波线过去 这波线很关键 他们要掉一波线 萨尔赛尔赛尔赛尔去补 能不能补到 好 这补线还是非常好的 掉一个兵 掉一个兵 五线的意识做得非常的好 这波线掉了他们就很亏 但他们还需要再吃两个兵 这样子到自己 这边阿努巴拉克再拖时间 被打一套很痛啊 可以走了 前期号是Lady处理的还是很好的 多前排马前期 比较猛 毕竟占优势一些 对的 上路 上路这个鸟加萨尔 我觉得是可以玩爆这荷斯塔的 他不是炸弹 鸽 玩爆隔离麦人加古琴的 但是过来了一个木拉丁 这边后面反复 后面也来了 一拉 是个狼 能不能集火到 算了 哎 这边 跑了 主要没吃啊 刚刚有吃 我感觉又被打炸了 是的 但这波其实 HOST Lady也不亏 因为他们下路是在推的 但是两个基塔感觉 就互相换一个门牙嘛 这个就是 对 一个是人肉换 一个是我用机制打 这边出了三个 再拉三个 哎呦 小强这个球形 鸟是在吃两路啊 鸟吃两路肯定比太路快很多啊 这边状态都不行了 回家一下 那上路的话可能会被磨磨牙 这个磨牙 应该是要掉了 这波门牙掉了 这波门牙掉了 经验可能会拉开点距离 这样子是差不多半级的样子 对 上路感觉可以继续啊 对对对继续 因为狼去开野了 狼去开野了 下路的话 就一个太软的话 是就没什么大压力 嗯 只要不要太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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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过太太软了 还好就他只要维修点不会死 只要 对但是不会死是肯定的 太软了 他只要保证自己不死就可以了 太软了 你要杀死就还是很难的 只能场面上征服他 只要让他跑路 这就这盘就不死 我吃好我的线就 使命必打 这SPG没有开野啊 这个 要抓紧时间了 现在数 就飞了 飞了快上去 老狗是双电盾 因为对面是多前排 双电盾打对前排厉害啊 嗯 他轻眼的话 这个阵容也是缺轻眼的 所以说他双电盾 轻眼也比较快一些 这两株也轻掉 要守一下 下路这坛应该要耍了 10秒钟之内 上路的话就比谁清线快了 小哈拿过来拉一下 有爆炸锤其实清线还是非常快的 鸟可以不动 他人可以往下走了 这波这坛必须要抢 因为双方现在势均力敌 就看这个阵场谁可以先站到 好这边是先GDH过来 打一打免费的炮弹 这波很关键 谁赢谁将 拿到了 10级 拿到一个主动权 他现在今天的话 是SB战优势一些 所以他只要杀一个 他基本上马上就到10级了 能不能杀一个 杀一个我就觉得杀一圈了 杀一个我就觉得杀一圈了 圈的理由就黎敏啊 到10就直接 黎敏那边要小心一点 他这个阿努巴拉克没来啊 完了完了 这狼很危险 哎呀 差一个技能啊 电一下 没电到 电不死 前面如果黎敏能再补个Q什么的 这个狼狼 没放动 没放动 10级了那差不多可以跑了 可以撤了 这个基坛放了嘛 赶紧 五线去 这SPG可以直接推啊 这个杀把水上很 这边也到时机了 他一个兵 这边直接过来 抢开一边的位置 他吹风吹走了 审判 看一下能不能秒 哦 这个反手奔地板奔得很漂亮 那里面还是死了 但是应该能换掉一到两个 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态力啊 那这个炸 杀杀杀杀杀了 占杀杀杀人为了一个 还好没死啊 锤刀了 死了死了死了 又死了 老狗也死了 这波反打非常漂亮 intended 五个蟒夫 五成了一个蟒夫政容 他们这边只要先把黎敏秒掉 是的 就可以打了 主要黎敏死了 他们就等于一个定时炸弹出了呀 要不然黎敏活着总觉得自己这边移掉人 就会被对面伍死飞 刚这波他们开的很果端 因为抓住自己到时的这个timing点 直接timing点是Q上去强开的 还有一个审判 对方都没反应过来 黎敏都直接被怼爆了 而且他们是因为由于 觉得你可能会放 要常拆你的下路宝 导致他们一个阵型 非常的靠钱 然后就被包了 直接是一个角度 这波是完全把这个烈士打了回来 这边确实House Lady 在近战起脸的阵容还是很猛的 我觉得Tara 觉得这一手审判的话 第一次可以打一个奇效 可能对面没注意 哦 顶住了 但后面的话 后面之后没什么机会了 对 没有剩话你心里懂了呀 对吧 那我可以直接强打你 鸟被追了 没有锤子的话应该留不倒 下路还是掉了 这边过来防守一下 过来防守一下 防不住两个胖子大大随便扔扔就行了 嗯 但经验上还是House Lady Lady 他们只要正面能够团营问题都不大 多近战 只要正面能够怼赢对方 就比较好打 哦 这里学的是水银子弹啊 对 他现在加强的是射程 现在好像学那个聚合的比较少一些 主要他这个阵容 他如果不学射程 在前面点前排的话 他的后排火力可能会不太够 他本身就少一个远程的这样子的压制 这三个前排他都不好杀 只能杀这个人 哦 这里直接崩地板 你没有剩话直接死吧 这个被抓了没有办法 然后后续团战中他们这个学审判的隐患 感觉越到后期越暴露 我觉得这个是 到时候这个摄像军一个拉 就全拉了 就很明显 很严重的 这个中期的时候 审判还有可能打一些奇迹打出来 越到后期感觉越比不上 是的 他审判就是打一波 他只能冲这个老狗 他们如果全力冲老狗 直接把他秒了 那还有机会 如果冲不掉这个老狗 这个黎敏为了吃一个球 还好 还好一个辅助和一个肉 并不能拿我怎么办 他比较队友多 万一上面一个什么重听 这样的态度 没关系 我后跑又有肉又有辅助 对吧 我相信我的队友 还有个破绽 就是这么骚气 反正队友在我身边 我就跳脸去吃球 对吧 这样一个集团换一个集团 但下路的话 这个世界也很好 玛丽看住了这个boss 因为对方是有鸟的 很有可能强行开这个boss 玛丽就在这边呆着 你开boss 我就呼唤队友 几秒过来 萨尔 也被审判 有没有辅助在旁边 辅助在战机坛 他有打 他打好了 他没有放 没有放 没有放是对的 等 漂亮的队友过来 一个吹风吧 谁吹走了 那个 把狼吹走了 狼被打得很痛 上路的话 鸟 这波可以尝试的追一下 但是留不住 狼人没状态就打不了了 对 这么住 这个也没有了 尝试的追击一下 这边要反打的话 哎 黎敏这个位置 有老奶 但是奶不在 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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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奶刚好在上面 小汉娜在卖自己啊 最多卖了 最多卖了 小汉娜说 让我去死 哎 让我去死 别做 赶紧跑 这波很伤啊 刚好开了个祭坛 估计还要掉个boss 这个吹风 他不打boss 那也可以比较稳 吹风还有20秒的cd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打boss boss可以打的 对 我觉得可以 他们掉两个人 因为对方 这个就有吹风 现在有点慢啊 有吹风 不知道这个鸟 会不会过来 如果有过来的话 有没有屏障啊 看他16级 他没点 他在想 万一你过来想 我就点个屏障 你如果不想的话 我就 我就点血他 他没有点 很聪明 应该是不过来了 不过来了 这样完估计就 那我估计他不会点屏障了 点个打一波的 补个刀 现在 spg有点烈啊 其实现在没有掉内宝 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场面上被压制了 主要是 House Lady 他打一个多进战的组合 确实是他们最擅长的一个领域了 如果spg不针对这个点的话 很容易被 刚爆啊 这个如果不死人的话出不了事 这个吹风法 穆拉丁 哎呦 一个奔地板 穆拉丁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被面 直接死了 直接死了 大家都没来得及开 被踩了一下 被踩了像蘑菇 对 然后一个瞬间奔地板 刚刚是瞬间的一段爆发伤害 很穆拉丁 好走上了奈克桥 完了 这个感觉要被 哎 回头 太软了 不抓 不抓回头那个 对啊 为什么不抓太软 本来还能多杀一个 但这波守住了 上路还有一组F4啊 所以说还可以 双方差不多吧 刚刚那个穆拉丁 直接惊呆了 都没反应过来啊 直接被秒了 对的 瞬间爆发直接带走了 这边穆拉丁16级 觉得就跳晕了 然后 泰瑞尔是一个学者学校 对 他前面想了漫天 这16级 还是要那个神神之地的 不然你卡不住人 他们就是准备拼一波呀 他们这个天不天 天把 就是杀一个 不要说了 就强杀你 强杀 我觉得已经挺难杀的了 我最后一段伤害 他的天赋都点成这样了 算了吧 也不要那个东西了 都审判了 杀老狗其实这个还是有点用的 因为老狗血比较厚 你万一差那么一点 他还没有把老狗过秒了 那你就崩了 你审判冲的时候 他刚刚都没有机会冲啊 如果你打这边的 全面是 好 冲鸟 一个进化 没有任何作用 这边对面也是进化给了 狼人已经没 哦 这一波催崩 杀 杀 哇 黎明这个伤害 黎明一个 准备数数了 两个 后面的好像有点难 有机会的减速了 看到还有没有技能 狼人啊 狼人啊 狼人是可以杀的 对 就追这个狼 不要追那个木拉丁飞过去 真是鸟人的头了 三个 老人 刚刚是 萨尔果然是成为了一个突破口 但是这边的黎明啊 成功反杀 嗯 许刚 输出环境太好了 对 他们所有的火力都在那个萨尔身上 嗯 成功利用萨尔新火力 自己安全地打了一波爆炸的伤害 这波打赢两个祭坛要亲命了 马上二十几 哎呀 host lady功亏一篑啊 本来这边很有机会啊 不是 这种时候你就想 我要是有个圣化给多好啊 那你全面 实际审判的时候 爽的时候怎么不说 对啊 爽完了 然后还要想着吃后悔药 这实际上没有后悔药吃 就跟你跟女的分 分手了 你还想把这个女的追回来 这对你很难的事情 哈哈 干嘛 是的呀 你这个可以问Q这样 对不对 Q这样你会要一个 回头过来追你的人吗 不可能是吧 那你说男的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男的怎么可能 因为一般分手都是 都是女的觉得这个男的不行嘛 不过也有男的觉得女的不行 但男的一般不会吃回头草 但是女的心比较软对不对 刘萨直接闪现了 定住了定住了 给了进化一个大招 真是刚啊 直接要强杀 死掉了 这个已经等级天步差了 没有办 哎呦这个车 直接一波了 最后的狼 孤独的狼 孤独的格雷麦 让我想起了 他跟西亚瓦那斯 战斗的那个环 在魔兽世界里 为了吉尔尼斯 然后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中了一件 哈哈哈 西亚瓦那斯 轻轻往后一跳 中了一件 你就像风暴里面 怎么可能嘛 对吧 都是老老老老的 就哭上去 好恭喜一下 哎 风暴里面 西亚瓦那斯就被 然后两趴上抓碎了 好不好 那证明魔兽世界里的这个 这个 剧情啊 这还是西洋网纳是厉害一些 好的 那恭喜SP0拿到自己的赛点 是的 这盘还是比较危险的 对 决赛的话是比较5啊 还有 先已经到赛点了 2B0 其实SPG只要针对一下 Horse Lady这个多金战的组合 他们其他的组合好像没有这个组合这么擅长 他这个组合是玩的最好的 包括Horse Lady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打多金战会打的最舒服 练的比较多啊 直接怼脸 这个最后一盘 看他谁选择 尽量避开那些钢正面的 对吧 如果是SPG的话可以考虑 不是啊 我觉得SPG也很喜欢那些跟你玩脏东西的东西 图啊 没有啊 他实时正常打就行了嘛 我觉得 诶 诶 诅咒鼓是一道比较好的 还有 按照如果SPG选的话他很有可能就选择永恒战场 永恒战场是SPG最喜欢的一招 两个队友都挺喜欢永恒战场的 其实针对一下泰瑞瓦就好了 他那个钢子 如果泰瑞瓦学圣化的话 我估计会好打一些 中后期至少会好打一些 他学圣化的话 那个杀不掉 刚几波团其实有个圣化可以救命的 就朝那个那一波 然后后面的那个都可以 后面审判效果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他冲耀的那一波 主要那个 老人 那个 张志豪姐的快啊 他进化都秒给了 不是 那个审判自从被改了 那个弹道速度以后 太明显了 主要是 他学审判就要冲老狗 他们就想好了 就干老狗 就干老狗就好了 你如果冲别人的话 老狗在旁边肯定是没有机会的 这才是关键的 他们冲的人感觉有问题啊 他每次都开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点 不是 后面他都没有那种说从旁边说 不是 你学了审判想好的就是打辅助的啊 对啊 对吧 他既然学了审判那血在血长 就是一波要直接把辅助直接打崩了 恩死啊 就一波恩死啊 一波打不崩 你们就崩了 反正就这么简单 不过他其实也挺困难的 因为他正面是由乔安娜当中一组强在的 对 对吧 还有他们前期打得太刚了一些 如果能拖到二十几的话 有三个刚毅可能他们也会好打很多 练鱼圣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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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审判那个辅助 把辅助都捶爆了 先捶爆辅助再说 对 他们主要而且后面也都是 感觉就是 就正面大家硬刚 然后他强行在正面当点给敌方 他们其实就打了两个点 他们打了一个 他们的点就是 那个萨尔和黎敏 萨尔确实很容易成功突破 但是他们萨尔死了 拖了足够多的时间吧 今天甩完以后 黎敏产生一个收割也是可以的 对 只要让黎敏起飞了 直接残局多竞产组合 也不是那么可怕 主要没什么 Coe很多 你这个打萨尔 萨尔回头敲你一套 对吧 我先跑一下 然后回头敲你一套 然后P个地板 自己可以回很多血 还有就是 你没有胜化 就黎敏技能你就硬吃啊 你要是那个地方 觉得自己不好大 我直接如果有胜化 我就硬吃你这个 他们其实最后几波 小强都不在 最后那波团 小强都不在 小强在下路 是的 对就一直没有知道 我们之前说小强赶黎敏的一个作用 黎敏每次输出环境都很好 他们就是怼一波的 他们武贵人指挥很简单 我也会指挥啊 就杀那个不要输了 就杀他 杀了什么都不要管 他们眼里只有那个 还有什么感人的说法 可以看到 武贵人冲一个点好不好 小强也没有管黎敏 小强打起团来 小强是跟控制的 是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又没有胜化去抵 黎敏这个伤害 也没有人去专门负责去赶他 硬 就吸引他的火力的话 就 我觉得刚刚那盘玩 很难受啊 最难玩的就是那个狼人 那个 杀都没有 好的 那我们进入到第三盘 电源圣坛的这个班配的情况 最 有可能是最后一盘啊 如果SB这盘再拿下 那是不是他就赢了 反正SBD现在是拿到自己的一个赛点 嗯 好 杀杀 SBD这边倒是无所谓 刚 泰尔放了也就那样 其实他们要打三进战的应该抢那个的 抢鸟人的 是的 打一个然后物理鸟 就 就那个普攻鸟人 鸟 鸟人刚好像 是已经第二选就已经去对面 他没没有机会抢鸟了 我们还是把泰尔搬了 他们要先拿鸟 如果打多进战 这个也可以打多进战 这样子的搬佩克的话 就直接拿十九比较好了 我觉得 先拿鸟的话泰尔就没了 但现在泰尔已经被搬了 这盘不一样 这盘就直接拿十九了 我觉得最好的话 这里就先拿鸟比较好 没什么遗忘 肯定了他拿了鸟之后 他可以打 带桑亚的三前排啊 他们之前也这样打 他说这个皮肤的福斯塔德 真的和姆拉丁长得好像啊 我刚刚一瞬间差点以为他们选了姆拉丁 然后忍住了 姆拉丁没有做起了 就是刚刚他那个大人物跳出来 我就发现是鸟人 小头像我刚开始跳出来第一眼 真的以为姆拉丁 我就要把黎米拿了吧 黎米不用太倒置 他就是雷加尔 雷加尔拿得好 你多前排就怕雷加尔 一个减速减一群 电盾也电一群 他这盘不一定是多前排 少了一个盒 很有可能是双前双后增长的 主要雷加尔练习呢 学双盾收拾都也快 主要雷加尔练习呢 主色 那这个有可能是多前排了 我看到了一个近次的 爸爸 这边基本上就是桑牙肯定是要的 但后次累得好像没有人打桑牙 那个联盟狗 他们这边都可以打前排 他们已经训练出来了 所有人都可以玩前排 是这样子吗 包括辅助我也可以去客串前排 好的 桑牙只要不给瑶瑶打就可以了 瑶瑶的桑牙是真的 略香 紫拉图 扳掉 一阶凯尔根 什么时候凯尔根就变成一阶了 她这张图是很厉害的呀 镜次里面你说镜次女的有几个吗 对吧 还有桑牙可以跟她拼一下 桑牙现在我感觉出场没有凯尔根高 这首桑牙也拿得好 这个SVD是独穿了这个House Lady的阵容 这两个镜次都搬的 那这个组桑牙肯定是大于大于萨尔的 如果你要上镜次的话 肯定我选的桑牙 第一可以收石头 第二比萨尔站得住一些 雷诺 看到对方感觉要以上一个多前排 先补一手 无亲领袖 正常打吧 转正常打吧 智容也挺好的 好似雷雷剑 对 我们这边想想镜次 这不干脆骷髅王 我感觉不要 不要哭 骷髅王 骷髅王充电的 现在多近战 我感觉没什么好的选择 德拉卡 德拉卡在看 克罗米 克罗米这张图 这张图可以的 这张图算他的本命服吧 这边补了一个单 双服啊 双服 好的那双方选手准备完毕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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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er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被打了一趟 暈到了 好 这边伤害有点 又吹动了 哎呀 这个 哎呦 这个差一点 怪典时候被定住了 这屋子好虚啊 差一点就被带走了 这玩意集团的话 他又是互换波技能 刚刚冲我打了 打了一会儿 哎呀 这边雷洛要死了感觉 哎呀 直接死了 被克罗米砸了一个一换一一 一换一 克罗米被黏住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东西太吹了 嗯 舔过来被炮台射了两下 没 没 没感觉的 没有用 没感觉的呀 伤害妈妈 他学了这个普购回绝 倒是 没什么感觉 这个边上站了个塔贴 这肯定没感觉的呀 嗯 这牌我感觉雷洛就是个靶子 被克罗米砸的 嗯 雷洛还好 单后排雷洛 其实有点拼 他们只是先A前排了 而且等一下收拾头的时候 可能就会变成 这个火靶子了 一个都没中啊 这个技能 下路应该是被卡死了 卡死妈 卡死妈 这种妈强行加的哦 不是强行加的 卡死了妈 这个很很顺畅的 我在问你们 是不是会被卡死 对吧 非常的顺畅 你反驳不了我呢 没有用的 专业解说告诉你 总会是可以把这个东西 以言好的对吧 永远就加问号对吧 不是啊 关键时候加问号 不能乱加问号 不然你就不是专业解说 听听加问号 怎么可能专业解说 这个 哎这个雷豪太爱跳了 一天到晚追追的克罗米点 但克罗米好像又没杂中 他这个Q要杂中的人很难的 又没杂中 好你要还是你要靠 克罗米完全不靠谱 哎呦 哎 说完不靠谱 怎么就 啊 最后中了一下 关键时候还是可以中的 证明这个克罗米还是有实力的 嗯 我总觉得你就 又开始默默的开始 揮发你的属性 发什么属性 我说不都是实话 石头方便的话 明天SKD这边 收的快一点啊 卡住了 这边死了 不用卡了 漂亮 他们这边又是塔的 又是桑亚的 这边两个技能一个没中 中了就死了 对面看不见你那个W落地点 所以就还好 是的 这个Boss 这个克罗米就完全没办法守Boss 砰一跤 克罗米他这个WCD太久了 是的 你学个减CD也不行啊 学个减CD的话 对CD没爆发的 伤害太低了 动住了这个乌萨 乌萨很危险 死了 再踩一跤 这个Boss给不给活路啊 这肯定死了 居然这么对我们的圣光流氓 虽然他是流氓 你也不能这样 你这边瑶瑶被卡死了呀 活活点死啊 真是惨 对 还被两个人在那边卡走位 这般感觉 House Lady没有前面两盘打得这么 稳健的 很乱啊 他们这个最好克罗米最喜欢的就是你 围绕着真正在那边打拉扯的时候 让他不停的用W和Q消耗 但是他们这个没有打出来 嗯 双蜜就效果就 他消耗了消耗了两轮 那个第一轮那个狗没秒掉 他那个都已经被残 自己家已经死了一个的哈卡了 这个桑牙要强行流 死了 哎天了 死了 可以 这桑牙抓到这个位置就说明这个桑牙死了 这边上蓝 差半级了 差半级下一个boss很难受啊 有可能先到十几 前面再开眼 等一下 他自己没有学回血 学位是一个 学技能那个 一波流双斧吗 嗯 哦 也对他们双斧的话 双斧是可以这么点的 双斧不需要那个回血 只需要你足够 让Q更稳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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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比较长 好 这个弹得很漂亮 弹出三个 回头反手点 哎哟哈 这个 哈斯奇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一个W 他站在那里 他站在那里 本来雷诺要走过去的 对啊 如果他要往回走 对不对 他如果跟雷浩一块再往门里走 那中的就是雷诺 不是他好不好 他帮雷诺挡了个技能 雷诺本来是要回去的 对 没有所谓 他故意把它卡在那边 他知道天上有 有一个东西要下来了 所以说先卡住他 我为什么觉得这只是 一个桥 哎哟这个Q的很长啊 时机了 那这个Boss又要掉了 还有半只 应该是吃不回来了 没办法了 这只能让啊 赶紧不露线就可以了 赶紧进线去吧 现在我觉得爆炸锤烧还好低 下个版本跟 下个版本好像爆炸锤又被砍了吧 还是其他的东西啊 他还一一被砍 感觉四大天王 远古的原来版本的四大天王 都得一个个轮就行了 这边还有幻想的抢Boss啊 不是吧 这出来要踩人的 这出来要死了 我觉得 不要被踩 这个Boss 但是万一心情不好 往那边踩一脚 踩不了踩不了 哎真的吗 推过来踩了一脚 踩不了 成本牛头自己滑过来给踩了吧 我感觉是被人推过来的 被谁推过来的 他自己滑过来的 自己滑过来 我就说 为什么要扛到Boss打嘛 那个Boss本来是不会往里面跳了 已经改过了 就你 他只会再往线上走 但是这个牛头 你自己滑到脸上 就你送到嘴上的肉 哪有不是的 你当Boss是傻 这Boss直接踩了过来 让这个牛绝望 要崩 踩进去 所以跟推两个门牙 应该没什么问题 在这边好像火力不太 塔爷也不在 算了走了 主要没大河 大河刚刚放了 他这Boss学也不多 走了走了走了 这阿卡 在上路吃线啊 跟塔爷默默的玩 记得等级他们 好好安心吃的话 下一波还是有机会的 下一波机制的话 如果再被拉大 再死人再被拉大 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 他们下一波团 至少要吃到十二级半左右 下一波开始谈的时候 对 插半只稍微拖一会儿 有机会吃到同样的天赋 嗯 他们如果不露线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打到十二级半的 但是现在这个中路的线打 赶紧过来呀 还没没泡蛋了 木拉丁是在那边看着 对方有可能会来的包夹的位置 哎一个进化 这个克罗米 哦哟 这个吹 大河 沉默 老奶 哎呀 这雷浩保下来了 居然保下来了 桑牙直接把乌少给切了 不是 这个克罗米 你就没看到 好吧 这克罗米刚刚在干嘛 这个克罗米 桑牙一个人冲到脸上去 然后乌少直接一个无敌给了克罗米 然后克罗米 逃了一整天 一个技能没放 还是死了 先跑再说呀 哈哈哈 刚刚主要是那个沉默啊什么 都甩到了雷诺身上 但是没有杀掉 就是因为克罗米没跟啊 对 他的伤害是完全不够 刚刚我们看到他调选非常的慢啊 那个位置其实已经被各种都激活了 就差那么一两个技能甩 这没有杀掉那肯定是崩了 你所有技能都甩给克罗米的 你不可能打得过 雷诺雷诺 雷诺雷诺 雷诺 那个甩给雷 其实他刚刚给无敌的时候 你可以放个W 因为是没有那个抬手动作 你就丢一下就行了 不用一个战争原地柄的 哦 这个陷阱救了鸟一命啊 我觉得 哇 这个跳舞 这个跳舞没有DPS在啊 哎 克罗米有技能 撒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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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死 撒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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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撒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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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单后排 哎呦 这克罗米炸的不错 炸死了个塔也 哎 我觉得他吃 哎我就想说 直接大招 炸那个 能秒吗 差一点点 鸟飞了 鸟飞了过来截 这个位置 哎他为什么回头 躲锤 锤没躲掉 哦要折 喔 吾 不要碎我 好可怜啊 看到一个小狼腿 在那边瘋狂的 pericot 看到一个变态大叔在追一个小萝卜 哈哈 这个画面 在画面更长 摄摄摄摄摄 刚刚 科普鲁星的第一老流氓雷诺 在追的一个小萝莉跑了好几圈 最后把他给射死 毕竟雷洞的特质啊 射成了 好浮啊 看这个画面好 好可怜的克罗姆 这是很可怜好不好 哪里是 哦 这里上方都好 这边牛反过来Q一下鸟被打了一段很痛啊 大河开了要强抢这个boss 这个boss拿下他们基本上就赢了中路的 可以强行一波 一波 还要看 有机会 差天赋 有点难 能不能 跳了谁 雷诺雷诺 跳了雷诺雷诺 但是又没杀掉 他刚刚弄克罗姆空了Q好像 我刚刚看到 克罗姆WQ全空了 W也没中 我只看到他空了Q 原来W也没中 伤害 刚刚明显看到这个集合有问题啊 没 他们这边 HL这边上的时候 没有共通好啊 就克罗姆技能在CB 技能甩完的时候他跳舞了是吧 对 那这就没有办法了 克罗姆技能这攻击 特别是W还是比较久的 没有W杀不了 他刚刚WQ都空了 然后这牛头上去跳了舞 是的 直接 要把boss引到下面去才有机会 不一波 他直接打基地了 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这个雷诺这一波被打得很伤啊 那又怎样呢 没有没有没有 两个辅助在哪 两个辅助在哪 他只要秒不掉的话就没有意义 就要杀雷诺 这怎么可能杀得掉吗 好的 恭喜SCT 3米0 3米0 获得全民实力赛的冠军 是的 还是非常公实 不管他们是不是职业队对吧 他曾经至少是没有进八强 你不能看我以为 现在 你为什么要提那种伤心事 曾经又不是这五个人 没有关系 对吧 现在换了五个人 现在实力很强劲 嗯 嗯 好的那这样子我们本次全民实力赛 下季赛的全国总结赛 就到这里都全部打完了 恭喜一下冠军队伍对吧 SCT 然后亚军 下季就再看不到他们了 再见 是的 然后下次的话是House Lady 对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说亚军是House Lady 亚军是House Lady 对 然后大家都是 参加了就有 就有奖励对吧 就有机会对吧 就有机会对吧 毕竟这次奖金还是非常丰厚的 搞个 搞个什么的 搞个友谊 你想说搞个什么 友谊对不对 我还问你说要去 对 这个风暴英雄这五个人是很好玩的 对吧 五个人组成一个团队是很好玩的 就算比赛就是如果 打得不是很后悲 小兄弟们去个会吃个饭什么 难得聚一聚也是很开心的 希望就是风暴玩家多参与一下 把这个氛围至少搞得好一点对不对 不要自己坐在家里天天 一个人玩风暴很孤单 或者东方根本不知道 也说很想去参加下一节目 他肯定要去 你看他这个样子就要去抢钱 我香吗 干嘛 我抢钱我就带着你 你带我去 你们俩可以组个队叫 叫黎一东大战前战棋吗 我带着你 然后打的时候我就把魅祸数 使用前战棋 对就顶在前面说 团战可以 你们团战可以输前战棋必须死对吧 如果要带我的话 这我会很忙 我们就组成一个很忙的队伍好不好 直接冲锋 见面就说我要玩前排 那你玩前排 反正我就不玩前排 反正他们都打你嘛 你玩前排是最好的 这新火力 我跟你讲 下一次比赛就有高坚果了 我直接一个大招刷到他脸上 下一次比赛有什么毛背高坚果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黎晋的采访一下 我是SB战队的队长 这是H 大家好我是来自SPD战队的米萨卡 我们队伍的风格的话 还是继承以前老SPD的那种 就是打法比较凶悍吧 然后队伍不足之处 就是有时候 比较喜欢四打五啊之类的 还有有时候喜欢做死 这次比赛 我感觉我们拿冠军也是势在必得吧 我希望就是这一次拿到冠军后 能够在暴雪嘉年华里面 也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的 那也是恭喜SPD 下届再见 下届再见 再也不会看见你们了 抢了五万块钱走了 他放自己口袋里对吧 自己又零花钱了 好的 那今天的直播呢 比赛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希望下次全民实力赛就可以看到直播 希望看到观众朋友的声音 看到观看直播的你们来参加到我们线下的这个比赛当中 那我们今天比赛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拜拜